I'm going to let him go wild on health I'm going to let him go wild on the food I'm going to let him go wild on medicine 让川普信心满满交付任务的男人 就是力挺他的小罗伯甘乃迪 选前承诺的立刻安排上 The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has picked an anti-vaccine activist Robert F. Kennedy Jr. to lea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小罗伯甘乃迪出身民主党政治世家 也是一九六三年遭暗殺的前总统 约翰甘乃迪的侄子 他打出让美国再次健康的口号 获得川普青睐 更是出了名的反疫苗派 他常年声称疫苗导致自闭症 添加孵化物的自来水 会导致骨折等毫无科学根据的言论 也坦承过记忆出状况 他宣称脑袋中有条寄生虫导致短期记忆受损 还曾以此开玩笑 一听说反疫苗大将接任卫生部长 疫苗大厂股价硬生狂跌 川普此相任命 恐意为他在医疗政策上将大幅转向 另一方面 共和党确认在众院拿到过半席次 众院议长强声继续连任 加上参院多数九席大法官中保守派占六席 川普行政立法司法三拳一把抓 共和党完全执政 川普政令将畅通无阻 但也需面对国会党团内斗 人事提名争议的难题 各界紧盯他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 三连新闻科亚韩报导